在我看来虽然身处海外的我们没有办法亲身体验到这种被迫内卷带来的无奈感和无奈躺平这样子的苍白感 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能够理解的 因为大部分人感受到内卷和选择躺平的这一代人几乎跟我的年龄差不多 其实我们说内卷的本质其实是我们这一代的机会正在减少 因为我们父母的那个年代虽然有他们那个年代的限制 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什么东西都是崭新的都有机会 只要你敢想你敢努力去试一试都还是有机会有可能会成功的 那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见到了父辈分享中国高速发展经济的一个红利 那畅想我们自己说不定也会有这样子广阔的空间 那结果发现现实并非如此 因为大家现在已经面临了太多太多的竞争 那机会呢也并不像90年代或者是21世纪初那样子那么多了 那现实是啊当时的这个年代已经过去了 那像现在新出台的这个三胎政策呢 在我看来反映的正是内卷和躺平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现象 那放开三胎政策呢是当前我们知道社会老龄化环境下的一个无奈的选择 但是政策并没有把适临生育者的生育第一胎的期望放在首位 而是打起了生育第三胎父母的主意了 那我记得从八九十年代啊计划不住生育 大家宁愿要罚款丢掉工作也要超生 那到短短三十四十年不到的时间变成了鼓励不动生育 大家政策再怎么支持都不愿意再去生孩子了 其实呢反映的正是咱们说的内卷和躺平的这样子的社会现象 那我们知道在计划生育前啊中国来说呢人口是红利 不管是从事农业也好服务也好加工也好人口对于那个时候的这个各个行业来说都是高速发展的机会 但是呢当科技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人口增量过大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 但是呢资源仍然有限 所以呢这个时候人们只有通过不断降低自我价值来获取一定的收益了 那大家拼时间啊拼精力啊拼体力拼耐力拼智力拼了命的也不想要被别人碾压 那有的人甚至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 但是呢仍然没有达到特别好的效果 这个时候呢只有找个地方躺平躺着不动了 那内卷呢其实让人产生的是非常非常强烈的焦虑感 像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鸡娃996这些词其实都是内卷的产物 那追本溯源啊为什么内卷这个词在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原因呢 核心也是在于啊中国已经进入了存量经济的时代 更多的是关于如何切分和争夺现有已有的蛋糕 那在二孩基础上开放三胎的政策呢 其实就是在存量中找增量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躺平会突然会火的一个导火锁 在于啊疫情之后我们知道全球的央行呢都是在大放水 那像是大宗商品啊股票啊房产啊加密货币啊等等的这些资产价格呢都是水涨船高 但是呢毕竟狂欢啊只属于金字塔顶部的少数人 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讲呢他们的资产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甚至呢出现了贫富加剧差的加大啊阶级固化加剧的一个现象 也让很多人呢有了闲鱼翻身之后还是闲鱼的无奈 所以呢不管我们的选择是什么 我觉得在财富增值的道路上我们还是要选择学会投资 因为这样子对于这个内卷还是躺平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二选一唯一的选项 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不完全需要完全躺平 有些时候适当的各有躺一下再站起来为所当为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